今天的咖啡真是不錯啊 各位觀眾好 我是大鱗哥 歡迎你們收看今天 7月3號的COFFEE TIME時間 今天啊 大鱗哥一樣 一而再再而三要教你們 最簡單最直接的 操板方法 其實啊 你們也都會 第一個 我們看加權指數的時候呢 基本上你只要用日K看就好了 然後呢 你們還記不記得 上次大鱗哥已經有分享給你們 怎麼樣看所謂的上恩 或者是下恩這種格局呢 今天7月3號 加權指數呢 它已經又出現一個新的 上恩的走勢囉 你們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還不曉得的話 趕快到大鱗哥的LINE 來跟我做詢問 第二個操板技巧啊 就是用大鱗哥的 獨家工具 就是選擇權成本分布圖 就是我們俗稱的 暴力表 它怎麼用法 其實大鱗哥之前都有分享給你們了 你只要抓一個重點 就是什麼 等它出現重疊 所以 剛剛講到了 加權指數 7月3號今天已經出現了 第一天的 新的上恩的走勢 這時候呢 我們只要去開始看一下 今天開始 暴力表 是不是又出現一個 新的重疊區 如果出現的時候呢 重疊區 往上就 一直 做多 如果是重疊區以下呢 你就要特別小心 今天這個上恩 可能就長過久 所以今天選擇權 開心倉了 你想不想知道 暴力表 最新的 重疊區的資料在哪裡呢 直接在大鱗哥的底下 留言 我要暴力表 大鱗哥就會告訴你喔 今天的Coffee Time時間 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